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对您来说是不是演起来有一些的难度呢 反而不难 因为是没有的角色 所以我可以创造新的角色 那之前您作为演员出演的都是都市题材的剧 比如说《纯爱》啊这种 那这次是你第一次演古装剧 而且是演中国的古装剧 那么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工作呢 我在学习中文 然后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的资料 去看去学习中国的历史 在《武神教子龙》的预告片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里面 就是有骑马 然后武打 然后尾尾尔在天上飞 那对您来说 拍戏冠冲中哪一种体验是最有趣的 我这是我第一次打蟹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我的打蟹的时候 我的剑很重 所以很累 因为我觉得我的剑是最重的 那相比而言 在韩国拍戏和在中国拍戏 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韩国是一边播一边拍 中国是先拍完 然后再播 之前从林更新的微博里面 他曾经说过是 你们少女时代的粉丝 那跟他合作起来感觉怎么样 在剧组还交到了其他的好朋友吗 所以我很谢谢他 在拍戏的时候 很照顾我 很照顾我 很棒了我 而且 他拍戏的时候很专业 很投入 他是很幽默 很会聊天 所以跟他合作的时候很开心 那除了林更新之外 和剧组其他的 还有没有交到好朋友 当然 我们拍完戏之后 变成了很好朋友 那在拍戏的期间 我们有看到您和剧组的其他演员 一起去聚餐吃饭的照片 然后就还有一些粉丝说 您拍完戏之后好像比以前脸缘了一些 那是不是在剧组吃了很多的美食呢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对啊 因为我喜欢中国菜 所以 拍 差不多拍完的时候 导演 对我说 你从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骗了 这不是轻易 不一样 所以我说 我怎么办 没事好看好看 所以我放心了 而且我喜欢的中国菜是 火锅 火锅包肉 其实刚才就一直用中文来回答嘛 那很多中国网友都称赞您是中文时级 谢谢 那最近还有学会 新学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中文吗 比如说网络上的热词 或者是成语这些 网络 是 宝宝吓死了 吓死宝宝了 气死宝宝了 这样 你早不上天了 上天呢 那么 您现在 就是您在韩国出演的电影 已经开始拍摄了 那接下来可能还有 就是一些循环演唱会 其实工作量还是很多的 那在这种忙碌的工作中是怎样能保持充沛的精力 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减压呢 我累的时候或者有压力的时候 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火锅吗 火锅我最多吃一星期两三次吃了 在拍戏的时候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否有在中国继续拍 接拍一些影视剧的打算 那会希望跟哪些中国的导演或者是演员来合作呢 当然 有 我觉得在中国 很多 在中国有很多的棒的导演和演员 所以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想都跟他们合作